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带来两款家用储能电源 大家看一下 其实就是我身边这两个箱子 这个是挂长式的 就是咱们平时把墙上挂的 这边小一点的 矮一点这个是48V100A的 咱们可以理解成这个是5度电 实际上是5.12度电 这个是48V200A的 其实是51.2V200A 也就是说这个电池还稍微多一点 这个大概是10.2度电 这两个箱子 它究竟是可以干嘛用呢 咱们可以理解一下 就是几年前大家可能还看过 这个特斯拉的这个PowerBook 墙上的 属能用的 咱们这个也一样 我们这个电池也是通过这个挂墙安装的方式 来给这个电池 就是说充电 充电以后呢 这个里面就储存了能量 它是可以支持并联的 那么我今天要着重讲的 就是咱们这个电池的一些比较独特的设计 那么首先呢 提前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品牌 我们的品牌呢叫Convolt 是我们自己生造的一个词 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考虑呢 我们取这个computer和comfortable 就是舒适和计算机 这个是一个电的意思 就是说我们是一个 用这个软件去做的这么一个软件定义能源的这么一个 储能系统的这么一个概念 然后呢我们这个商标呢 也是代表着太阳能阵列 电池阵列 和这个太阳的能量 这么一个概念 就是这种能量的一个理念 这是我们的一个品牌的理念 那么我多重说一下 那我们这个产品啊 它有什么独到之处啊 我们最大的不一样呢 所以我们这个系统里面是 在目前业界第一款 内置的我们叫做 双路保护 或者有两组独立的 这个BMS保护的这么一种 呃储能电源啊 因为储能电源 大家都知道这种电源 都是安在家里面 是吧 挂墙嘛 有墙安装 肯定是在家里面 尤其是在某一些地区吧 比如说美国的某些地区 和北美的某些地区 很多人家庭的房子 都是木头的 对吧 众所周知啊 这个锂电池 其实是有一定的 起火的概率 如果遭到滥用啊 或者是不太大使用的时候 它是可能会着火了 所以说呢 我们传统来讲 我们的这个BMS 只有一套的话 是不够安全的 所以说我们是需要一个 双路的一个独立保护 就是两组 这个电池管理 都可以进行独立保护 来提升这个电池安全性的 那么我们这个产品 它就是这样一个东西 就是首先呢 我们的保护是双重的 你可以理解一下 我们这个电源的 它里面啊 咱们这个电池呢 是有两套独立的电池系统 管理系统啊 在分别对这个电池进行保护 也就是单一套系统 如果出现了问题的话 另外一套系统 能够让这个电池工作 让它按时停一下 那么这样子呢 来杜绝我们这个危险的发生啊 实际上是一种双重安全 这有点像咱们现在这个高压锅上面的一个安全法 当你这个主排气法出现问题的时候 那么压力就可以通过副排气法卸放 其实这是一种叫什么 溶鱼吧 就是我们叫做工程上的溶鱼处理 来提升它的安全性啊 这是它第一个亮点 第二个亮点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这个电池啊 它是一个双重保护以外 它还有一个亮点是 它是一款产用主动均衡的BMS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这个产品在使用很多年以后啊 电池总会有一些个体性的差异 那么就会造成这个木桶效应会 让这个电池的容量直接下降 这个时候我们呢就通过这个 我们现在的这个 这里面的主动均衡的这个BMS呢 它可以起到一个杀副机品的作用 也就是它可以解决掉这个电吸之间的不平衡 让这个电池具有长久而稳定的这么一个平衡的状态 所以说呢 它这样一个设计啊 可以让咱们的这个电源啊 可以运行的更久更可靠更稳定 那么这一款呢也是一样的 我们呢只是说容量会更大 但是它使用的方法都是完全一样的 那么现在跟随我们的镜头啊 来看一看 首先是咱们这个电池呢 如果是遇到了短路保护 是吧 咱们这里面第一层的BMS会起作用 那么就会切断这个电池 向外界保护这个输出的电流 那么从这个地方 或许我们会做实验啊 做给大家看 这是一个 从这个地方 如果是我们出现了短路啊 它就会切断 然后这个电流 电流切断以后呢 这个事就安全了 好 那么当 如果说 我们第一套保护失效 那么是哪种情况 就是说咱们第一套 这个电池管理啊 检测电池的数据出现错误 或者说它的开关器件遭遇到损坏 它停不下来的时候 这个时候 我们第二套系统就会发布作用 就是在咱们这有个盖子 这个盖子 有一颗螺丝 当然这颗螺丝 平时是不允许打开的啊 就是当这个系统出现了 这个BMS的一个故障以后 第一套系统已经完全崩溃了 然后我们这里有空开 看到吗 这个空开旁边呢 是一个脱扣器 也就是说我们第二套电池管理 会根据它的程序呢 会断开电源 然后整个系统就可以安全地停下来了 那么这个东西呢 实际上是一个 又是软件第一的一个情况 就是当电池出现了我们 预设的 比如说过热 过电压 过流 这种情况啊 它就会 这个地方 不需要通过第一个BMS 它就会切断电路 也就是说它是有双重的保护的 那么这样的话 能保证我们啊 这个系统呢 更可靠 更安全 这个是我们这个产品的一个对 好 谢谢大家